进比赛 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 老M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宝大书人带到这道套 直播比赛节 稍后赶紧给继续给大家带来 这个老干爹对战IGV的比赛 这个比赛是紧接着刚才那场IG对战VG的比赛 那场比赛结束以后 这场比赛已经开始进入到了这个BP画面 所以这个我们进来的呢 也是稍微晚了一点点 来快速的看一下双方比赛这场比赛的阵容 IGV这场比赛这是啥意思啊 这是啥意思 怎么突然出现了一个狗 加上死问的这么一个阵容 这是个中单死问吗 这是个中单死问还是个中单狗啊 这不可能是酱油死问 酱油死问这边没人打中单了 老干爹这场比赛的是给MAYB拿了一个MEPO MAYB拿了一个米波 米波这个英雄在最近的中国的这个比赛当中 也是直播间的开始出现 而且MAYB的这个米波打的最近练得特别特别的多 我虽然在最近的这个比赛当中 没有给大家去播这个MAYB的第一视角 但是在找他的第一视角素材的时候 看过他打了很多场的米波 数据应该说一般 就是他的这个米波能够拿来当视频素材的不是很多 但是确实练的真的是不少 这个咱们还是要去承认一下的 这里我们先利用一下这个老外的OB 这因为这个 这个WIN的吧 这个还是WIN的这个OB 我刚才用了 试着用了几次 这个漏人头的情况呢 稍微有一点多 我们先换一个OB试一下 因为我要赶紧去抓紧时间 把上一场比赛的视频给大家挂上上船 这样能够让咱们的视频观众也更早的看一到 看到了 这场比赛 老干爹这个阵容 感觉IGB这个阵容终端的死问 果然是一个终端的死问 Skala的一个终端死问 死问加狗去打这个米多 Super的一个辅助位的小精灵 这个Super的小精灵 我还真的是很少见 DogFights的这个拉比克倒是见过一些 三号位的蝙蝠也算是IGB 这个最稳的一个英雄之一 他们三号位的蝙蝠算是在国内 目前还能够拿出来主打三号位蝙蝠比较少的一个选手了 确实打的有自己的一些见解和想法 而且在节奏的掌握上 非常不错 老干爹最近的这个状态感觉还是 这个磨合感觉还是有问题 这个老干爹 不知道他们这支队伍为什么磨了这么久 还是磨合上面会出现一些不必要的这个问题 还是挺神奇的 这支队伍觉得 按说实力都有 对吧 全世界你说一支队伍里面9000分选手能够比老干爹多的 好像也就只有Liquid 只有Liquid的那种变态队伍 其他的队伍你说像有老干爹这么豪华阵容 他真的是少 瑶帝的这个三号位 其实我觉得打的是应该说是不错的 你一定要说 这个老干爹这支队伍里面哪个选手 不是现在这个版本当中 特别炙手可热的选手的话 可能就是小智不算 小智不算 维多利亚的这个四号位 是我觉得 目前国内打四号位打的最好的选手之一 他跟卡卡在我心里面是打四号位最强的 而且维多利亚这个家伙 他的绝活英雄感觉比卡卡还多 现在确实老干爹是他这个成绩一直打不出来 也是挺着急的 说实话 而且他们这些人在一起真的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不是说像有的队伍这个刚刚换文人 换圈反应不好 然后一直打不出来 这些人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就是打不出成绩来 就是打不出成绩来 这个我也挺挺挺诧异的 有观众说竟然没有我二兵 哈哈哈 WIN 就是我个人啊 我个人在评价这个选手个人实力的时候 我永远是把这个WINCE这支队伍的人 都是完全都放在这个 放在这个判断就是评评价之外的 永远都不考虑WINCE这支队伍的人 看一下这波坚生的传也没有机会 因为WINCE这些人他们能在一起打比赛是 对于DOTOR尤其是中国的DOTOR玩家来说 是一种比较幸福的事情 还是那句话我一直在说的就是 不要太多的去寄希望于这支队伍能够打出 不断的胜利和这个一波又一波的冠军 不要寄希望于这些东西 就是永远能够看着他们打出一些赏心悦目的阵容套路来就可以了 好看的套路加获胜的比赛 这个当然大家最愿意看到的 但是如果在这两个之间选一个的话 我更希望看到的WINCE能够打出来更多好看的比赛 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 三分钟双方都没有爆发人头 从大哥位的补刀上来看的话 现在两边也都差不太多 所以目前还不太好去判断这个节奏 到底是在哪边的手里头 前三分钟其实如果对于双方 如果前击游走比较凶的话 大概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双方的这个阵容都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节奏点 IGD的这边节奏点是在这个蝙蝠身上 老干爹的节奏点是在这个人马的身上 但人马这个英雄通常情况下不会去裸跳 他还是要先做一个先锋子去过渡一下 所以第一波的节奏点应该是在9分钟左右 9分钟到10分钟之间 那么这个蝙蝠第一波节奏 我们把这里给脚踩 直接选择了一张TP回家 打的还是比较坚决 这张TPTP的很坚决 那反过来老干爹这边的节奏呢 应该是在15分钟左右开始 因为15分钟左右 人马的这个跳刀做的也差不多了 那么自己的米波的经济和等级补的也差不多了 再加上VS在15级的时候 大概应该是有一个8级到9级之间 也就是说8级到9级的VS 意味着有一个满级的C或者是满级的减甲 或者满级的光环其中之一 然后再加上一个1级的大 然后再加上其他两个技能都有 而且不止一级 在这样的情况 VS配合队友击杀能也有了 加上人马也有一定的爆发 而且坚胜在这个时间呢 大概会有一个1级的大招加一个转 而且蓝量应该还够差一个棒子 所以他们在抱团的时候应该会有一些优势 这个团队的节奏点应该是在这个 应该是15分钟 所以天辉方来说的话 IGV是没有什么节奏点的英雄 是在15分钟这个时间段 所以这场比赛前期双方应该激情都不会太多 因为前期双方战线的英雄不是特别硬 就是有保命 所以这个酱油的游走能力又非常的乏力 你看小精灵加上拉比克这俩没输出的 光法加上VS这两个人呢 输出是有但不稳定 所以这个前期配合击杀能力上来说的话 剑胜这一路呢是最好杀的 最好配合的 但是面对的是一个蝙蝠又追不上 所以这场比赛应该是要等 应该是要等 回来着直播间关注问题 昨天是吧1号位大鱼 甲腿狂战之后跳刀引刀选哪个好 还是要跳刀 还是要跳刀 因为大鱼这个英雄如果你出引刀的话 比较容易被对方针对 大鱼这个英雄本身你就是需要在短时间内 直接把对方切死 摊这个引刀的破影一击对于大鱼来说意义不太大 而且大鱼的攻速装主要是来自于强袭 来自于强袭这样的装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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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这个酱油输出低在前期 就是酱油输出低的阵容 我一直在吐槽的原因就是在前期游走的时候 需要大哥去贡献的伤害太多 这样的话一方面是比较拖大哥的节奏 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击杀成功率拼低 如果你两个酱油的输出 就是有一个酱油有一定的爆发和输出能力的话 或者是你的这个酱油的减速技能足够强 这个击杀起来都是比较好 控制技能在前期你说酱油的控制时间特别长 这个蛮度有点大 除非让小歪的拉那种技能 但是那种技能本身呢有一定的这个不稳定性 把对方去封远古野的这个盐给拔掉 这个vs在这个眼位的判断上判断的还是比较准的 没必的米波现在补刀方面呢是排在第二 经济方面目前米波也是在第二 对方的死问是排在第一 米波这个英雄面对死问来说的话 不是特别的虚 死问这个英雄的跳锤开大直接去怼这个米波 而且米波有一个无视魔免的这个合击 抵制突击这个技能 他作为一个无视魔免的技能 你死问在追渣的时候 你在打他血最少的这个时候 他可以让其他的狗去打你 然后让这个血最少的直接跑 你追不上的 其实这个双方的阵容 都是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都比较明显 看哪边实战发挥的更好一点 从容错率的角度来讲 双方的一个阵容容错率都不高 严格意义上说都不高 IgV这边的阵容第一波打不出来 就是这个死问带狗 这个第一波如果打不出来效果的话 这个很难 老跟天这边如果被对方第一波死问带狗打出效果来 自己就崩了 所以都是看第一波接触的时候的这个结果 说白了就是死问带狗能不能秒掉米波 秒了这团战就秒不掉就输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结果 也不会出现太多的情况 而且在这个死问拿到BKB之前 由于这个维多利亚有一个光法 由于有光法这个英雄的存在 你如果没有拿到BKB 想去击杀对方这个阵容还是比较困难 也就是说在你跳球以后 基本只能依靠一个小狗的输出 光法这边的一个智芒给上你以后 这个死问基本就fail 看下死问的装备目前路线选择是 还是要在夹腿以后先出一个回音战刃 没有选择先去做这个B章之类的道具 也没有做吸血的装备 经济保持它是相当不错的 看下这波能把开大掩护撤退 能不能来得及逃得掉逃掉了 剑上无敌战上来开转 这波斯卡拉的这个死问也要死 死问这波也死了 那这样的话一波双杀 AME的肩上的这波击杀还是非常nice 无敌战给的很果断 而且他在出来以后也是一个开转开的也非常的及时 看下这个米波往里这个树立面再找这个狗 狗这里露头出来以后想去击杀这个维多利亚 这个地方硬声称是扛着没死 这里给上一个智芒 给一个智芒之光要往后撤一下 对方那个狗 注意对方这个狗炸出来 一会要搞事情 狗炸出来以后给一波输出戳 但是自己的状态还是不太好 这个小精灵连着一个拉比克两个人在这个塔下 再拖一点时间 死问复活赶到战场 一个锤秒掉了一个MAYB的米波 米波这个点还是打得太拼了 这里一个连击刀打出一个减速 还差一下直接连过来 中立生物带走了小智的VS 中立生物这波也是表示虽然我不是萨特 虽然不是 小精灵这波遛了飞起 往路这边连一下 这波小精灵没有死 没死的话赶紧撤 没死的话赶紧撤了 那边不能再拖了 先上奴地战没有的话 这个正面团爆发还是偏低了一点 不过这波团打完了以后 其实可以看到米波这个经济还是没有落后 他的经济还是比这个跟对方死闻差不太多 剑胜的经济则是远远领先对方的小狗 那么三号位的经济优势也是有500块钱左右 光法的经济则是混的也是非常的不错 所以这样比赛再往后拖的话 应该说对于老干爹来说比较好打 只要米波的经济不落后 他就不太容易被秒 这个英雄还是挺硬的 看一下米波的出装选择 米波选择的是一个假腿 然后开始去囤这个魔龙枪 现在已经做出来了一个 现在已经做了一个 不知道有没有要做第二个打算 看一下米波的快捷购买栏里面 下一件装备 准备去做的是跳刀和一个虚灵刀 这样比赛虚灵刀一旦做出来的话 我把IGV想再去杀这个米波就很困难了 因为他们这个阵容没有人适合去出散尸 没有散尸的话 你打谁我就给这虚灵刀 除非你打的是我本体 除非你打的是我本体 你给我控制直接杀 否则一个虚灵刀上去的话 这个欧比也是看这个 看这个装备兰和这个经济的时候 也是露了一个人头 哦 这边打完了以后呢 双方现在的这个状态啊 还是处在一个55开的一个局面 两边都没有占到明显的一个优势 老格尼泰虽然说在人头树上面有一些优势 但其实这个优势还是比较虚的 讲道理的说 这段时间双方还是分开的时候去刷 感觉看现在中国队的一个比赛还是节奏比较慢 打的都偏保守 整体来说都偏保守 没有哪边说在进攻方面做的特别到位的 还是想要靠着自己的一个关键装去找机会 事业方面呢 也是做真眼其实做的比较 从这几场比赛来看的话 中国队在真眼方面做的都比较多 经济方面目前米波还是保持在全场第一 死问第二 健身第三 小伙第四 双方的这个经济的排行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老根捏的这波开悟对方的蝙蝠往回车 火掉人马这里开一个大招往回车一波 选择过来直接去拆塔 但是这边我有塔房 我技能都全 我应该是不虚拟 我现在只有人马没有大 但好像人的位置不是很理想 应该是放了 这个一塔应该是放了 人的位置不太好 光法是在下落在刷自己的一杖 把这个兵线也是推到了对方的这个塔下 光法这个节奏刷下去的话 这个是光打光法的队伍最害怕的一种节奏 就是你一旦限制不了对方光法的一个刷钱 一旦让光法拿到A帐以后 也就是平均每八分钟的时间里边 对方有五分钟跟你五五开 还有五分钟是绝对优势的 有四分钟是五开 有四分钟是绝对的一个优势 这里偷到了一个转 拉比哥偷了一个剑圣的转 这样的话也不错 剑圣的转偷到了以后 起码他在团战的时候 保护自己的能力会强一些 AME的剑圣第一件装备 是在相位单刀以后呢 直接选择去出这个伞尸 并没有选择继续去出这个分身斧 应该说这个选择还是 可以吧 其实剑圣这个英雄在打不同对方的这个一号位和二号位的时候 能够选择的装备套路其实蛮多的 像打小狗这种英雄的话 就如果对方只有一个狗的话 那么先出分身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因为狗比较烦分身这个道具 打死问的话分身的一个道具就意义不大了 就不如去出个类似像散尸这种装备 然后更容易去疯上对方 死问这里挑刀 假腿回音战战下较装备 直接去出一个BKB 这么出装的死问的话需要等级 等级太低了 现在 看一下蝙蝠引开悟带狗拉住了人马 你这个第一波打人马好像不是太好的主意吧 VS直接被打死以后呢 死问应该是还没有扔锤 最后还是扔了 最后还是扔锤了 但是你这一波开悟加上小精灵的一个大招过来以后 只是击杀掉一个VS的话 其实并不赚 VS本身就穷的掉渣这个家伙 小精灵的杀了 VS在游戏已经到17分钟 都是只给了201块钱 还不如一个鸡值钱 现在这个VS 现在上这个地方也是在野区 又鸡杀了一波萨马特 经济现在也是追的飞起 刀块子拉比克全是一个赚加TP 那么VS想过来换没有换到 VS刚才这个地方等级太低了 20级的话就够着了 蝙蝠现在这个跳刀以后的节奏点呢 果然是在这个 这段时间是找了一些节奏 但是现在双方打的这个节奏还是很慢 还是很慢 双方现在这个整体的节奏 就是老干爹 MAYB在刷 然后呢 这边Skala在刷 两边都是有一个中单的 都是中单的这个点 在拼命刷钱 然后大哥这个点 反而都是在四处的找对方 在找机会 小狗这场比赛 也没有选择去出这个 安灭 选择是做了一个避章 比较速成一点的 说是避章加勋章的 这么一个讨论 老干爹这波过来以后 去找对方的 看看是找谁 准备找Skala的一个死问吗 视野方面有没有去 哦 有光法的一杖 有光法的一杖 哎 这个猴 VS应该是要换 这个趁着他还没有 人马跳踩 打先手 剑上上来开转 给上了 哎 这个志望之光 给的非常的不错 把对方的这个小精灵 和死问 推开了 到了两个位置 剑上这里 应该要给无敌掌 还是要硬追着砍死吗 人马跳过来 一个双人剑 直接带走 因为有视野的优势 这个小精灵 连走 nice 这波连走 非常漂亮 但是自己的中路的一坦 和二卡应该都要交 对方这个时候 剑上的大招 还攥在手里边 只有人马的大招 就交掉了 其他所有人技能都全 这波肯定是要推你二卡的 而且米波 由于等级很高 18级在四条狗的情况下呢 也是带盾 所以这波是可以考虑 直接上高地的 这个20分钟米波一波流啊 这个老干爹 这个20分钟米波一波流 打成了的话 这怎么感觉 IGP突然间就好崩了 这个中路高地塔 一塔已经被中路高地塔 为拔掉 这样老干爹 五个人爆团直接回来 可以拆你这个圣坛 而且现在米波的优势 除了自己的 这个盾以外 他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优势 就是这个 等级 他现在19级 蝙蝠这里拉住 我VS换一手 把这人马救下来 人马这里大招还差三秒钟 VS这波应该是死了 VS这波应该是死了 把这个剑胜给拉过来了 剑胜这里开转 剑胜开转 VS和老虎 和人马这两波都被对方给击杀掉 人马最后是被烧死了 人马被烧死了 看一下米波怎么说 看一下这个光法 光法还是被这个小狗 最后扔了一个撕裂伤口 这个小狗感觉追不上了 赶紧给一个撕裂伤口 那么这波成功了一个击杀 那么现在场上的剩下的人呢 是一个五打五 是一个五打五 看一下 剩下场上这个五打五了 赶紧好像是怂了 不敢打了 VS刚才那个位置 并不是大招给慢了 是他距离不够 他在放这个大招的时候 他是往这走了一下 而且VS大招本身 是有一个前摇的 就是他会在原地愣一下 看一眼那个目标 然后才能换出来 米波这里现在已经有了驱灵刀 跳过来往这 剩下几条狗 第二时间反过来以后 被对方移动往往这 看一下接着追 Skada这里要硬拼了 但是拼不过 对方率输出太高 绝折的狗是被AME的剑胜 给拖在了后排 VS换回来以后 剑胜无敌战打出来 小狗要跟兵一脚踩 这里是成功的钻到了 对方的这个兵线里面 但问题是 现在你自己的大哥死了 而且你现在剩下的这些人 有点弱 赶紧控制这个小狗往后跑 小狗是活下了 但是自己的这个Dogfight的拉比克是去了 就是决绝者 直接选择一张TP也开始狂暴 那么米波是完成了一波三杀 Maybe的这个米波 这样比赛打到现在为止是 在自己的强势期 该发挥的时候 是打得非常的强硬 而且经济方面确实刷点是快 21分40秒已经15000了 这个经济 蝙蝠选择白活 但你现在这个蝙蝠 人家不怕你啊 人家不怕你啊 如果前胜 开转 配合队友强行拆掉 你这个下路的一个高地塔 我们现在游戏时间是22分钟 距离天亮还有2分钟的时间 现在虽然说光法没有能力去给队友加血 但是由于人数上的优势 还有你死闻没有大 这波我冲上来打你的话呢 你也留不住我 打完以后 老根姐这边是插了一个棒子 看来是准备打第二波 米波现在只要状态是满的 在你死闻没有大的情况下 你是肯定打不过的 而且死闻现在没有BKB 你没有BKB就算你有大 你也打不过我 VS看看是要先去换谁 这VS好理想的 直接上来强拆 将高低尖之物 IGV这方人是出去了 出去逛街的时候 家里被拆了 那两路高破 直接是两路高破 那么这一波两路高破的 IGV是自己出去以后 刚才死闻是一张TP TP到了外边的这个圣坛 TP到圣坛 本来想去截一下对方 或者是想去搞一些事情 结果是被老跟爹找到机会 把自己的这个 中国高低也拆了 然后再下来拆一波 这个圣坛 那应该是走远了 那IGV应该是走远了 老跟爹也终于是出了口恶气 最近的国内比赛里边 老跟爹输给IGV无数次 输给了无数次 这场比赛是找机会给搬回来了 提前在这场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 预告一下 这场比赛结束以后 下一轮比赛给大家做的应该是这个 VG的比赛 VG对战那个叫 Coverry吧 还是叫什么呀 那个队伍 也是一支直接受邀的队伍 直接受邀 在这个预选赛直接受邀 之前的比赛当中 他们好像是输给了 我最近一次对他们队伍有印象是在另外一个比赛的预选赛当中输给了那个 输给了暖宝宝 有情提示 现在比赛还没结束别胡乃 这个不是胡乃 现在IGV IGV现在 哦 BKB了 死闻BKB了 死闻BKB的话 还有那么一点点机会 死闻现在身上是跳刀回音BKB夹腿下下装备准备直接去做打炮 死闻这种出装啊 就是现在这个版本的死闻之所以上场比较少的原因还是 呃 第一个是刷钱慢 没有以前这个版本刷钱那么快了 第二个呢是太容易被封着 还是过于过于被 过于被这个容易被封着 来这个拉肩上肩上直接要被秒了 这波肩上救不回来吗 这样救不下来还是救不下来 VS这波换个件以后呢也是被对方直接给击杀掉 这样人马开大往回撤 小精灵连过来以后直接想去找这个米波 结果米波是一顿忽悠直接溜 直接溜掉了没有机会能够去找到这个 没有没有能够找到这个米波去形成一波击杀 不过这波杀了一个尖胜杀了一个VS还是不错的 蝙蝠这个英雄还是厉害 还是厉害 而且蝙蝠这个英雄在打先手的时候 VS如果等级不够高 你看这个VS到现在为止 VS几次救人失败的原因都是因为等级太低了 如果他的等级高一点的话 能够有个二级的换那么这个刚才这波剑胜应该是能救回来的 之前有几次也应该是可以救出来的 VS本来就是一个用来去打对方这个蝙蝠比较好打的一个点 但确实反应速度是一方面 等级确实低了点 米波这里已经是有了跳刀加杨刀 跳刀杨刀下车装备准备做兵眼 看一下斯卡达 里扬坐一套爆发 直接秒 小精灵没有来得及去救 没有大招 这样的话自己也被网住 虽然我死刚才被你击杀了一群人 但我现在人数还是比你高 VS跳上来以后给了一个幻想留人 但是没有成功 斯卡达和Super两个人都选择了买活 这波VS被对方留住 直接秒 现在光法趁着白天想跟对方去钢一波正面 其实现在这波是可以打的 剑胜无敌战斩上来以后 小精灵要带着往回飞一下 一个棒子被对方给打掉以后 这个蝙蝠有推推了 但是没有往上推 这里队友救一下 米波冲进来给一套输出 先找斯卡达扬住以后 开启BKB要反打 但是输出够不够 这个斯卡达的输出 好像还可以 但是被光法一个大波加上后排的这些人的输出 直接把这自己给干死了以后 而且光法这个大波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给梅币加了好多的血 梅币这时候给上一个 给上一个 这个偷了一个忽悠 忽悠了一下 但是还是没有能够打死 米波是空血被烧死了 最后还是被这个蝙蝠给烧死了 消死以后光法赶紧往回撤 这波米波选择买活 有飞鞋吗 有飞鞋吗 没有飞鞋 没有飞鞋只能是往上走 AME的尖上被对方的拒绝者 要是进来一顿挠 但是没有挠死 被给了一个智芒以后 这里插棒子白天的光法 拉过来一个人马 而是没有选择去拉过来这个米波 米波这波就在等着自己光法拉自己 结果光法没拉他 Logfights的拉比克选择了买活 老根捷现在四个人在正面阵场 对方是一个小狗和一个拉比克还活着 在等下一个召回 这里维多利亚的下一个召回 再拉一个米波 米波是已经到战场了 已经自己赶到了战场 那么这波可以直接拆基地了 果然还是被这个米波的这个激励波流 直接给要拿下了 这波人马只要拖一点时间就可以 米波不要管 强行拆基地 米波拆基地就可以 不要管 正面战场什么都不要管 拆基地 拆基地 直接拆基地 这波赢了 OK 那么这场比赛呢 也是最终的是结束 老干爹也是确确实实 这场比赛通过 Maybee的米波 在隐忍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的 一个后击 搏击后发 搏击后发 还不是后击搏发 是一个搏击后发的 这么一波直接冲过以后呢 是把对方给斩了马下 也是结束了最近很长一段时间 对IGV的一个连败 好了 那么这场比赛呢 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录播就到这里 咱们直播继续 下一轮比赛呢 是骑士对战 这个VG 骑士对战VG的比赛 我们稍日休息 以后给大家带来下一场的比赛 我是三号大叔 我们一会儿见 感谢各位的收看